幫羊剃毛 為什麼不跟羊溝通 這件事情居然會在立法院變成質詢的內容 想不透 我們一起來看 一個人一天可以見800多隻羊 800多隻羊 新進農場的綿羊剃毛秀 一直是農場招牌表演 幫綿羊剃毛還能預剿娛樂 藍尾區認為是虐待動物 是跟剃毛師研究 還是跟羊研究 我想我們要跟 羊也是主角啊 對 我知道 但是有沒有問過羊的意願 不需要問他的意願 為什麼不需要問他意願 他會不會不希望被剃 幫羊剃毛還要先跟羊溝通 馮氏寬被問得滿臉問號 洪孟凱臉書立刻被網友灌爆 網友反嗆難道吃雞排也要先問雞嗎 還是委員也聽得懂羊說話呢 連藍營選民忍不住回應 真的聽不懂在講什麼 同黨立委為了護航 還把豬給搬了出來 用萊克多巴胺來飼養這個豬 會造成豬的這種躁動不舒服 這一種就是我們身為人 有沒有一體尊重 當然動物講話我們是不懂 我覺得這個角度是正確的 愛護動物的角度是正確的 要怎麼跟羊溝通 藍尾護航差點擺不下去 倒是律委幫他審解答 那當然我相信他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 但是如果沒有人去剪羊毛的話 羊毛是不會掉下來的 就算說退府會想要去問那隻羊 說你會不會被我剪 你覺得羊有辦法回答嗎 那或者洪委員自己去問一隻羊 說你會不會被剪 看他怎麼表達這樣也可以 洪孟凱事後連書澄清 強調不是蠢問題 是擔心虐待動物 實際上綿羊不剃毛 恐怕危害健康 洪孟凱想聚焦問題 質詢時的神來一筆 反而讓初衷一秒歪樓 變成正義 但是有沒有問過羊的意願 不需要問他的意願 為什麼不需要問他意願 三選五神明信孟哲台報導 你要知道這個後座力影響性 有多麼樣的大 大到網路上超多超多的梗圖 清皇先來 對 因為我們都覺得非常神奇的是 你今天如果要討論 清淨農場的綿羊生命權益的話 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討論 但問題是你就直接 就要跟馮世觀說 這個清淨農場 在替綿羊的綿羊秀的時候 有沒有問過綿羊的意願 那這就了不起了 為什麼 你這個要跟綿羊溝通 你要問過他意願 你要先找一個人懂得綿羊的語言 然後再跟他溝通 而且這樣下去真的沒完沒了 為什麼呢 你看網路上 就已經開始跟著洪夢凱 在做照樣照劇了 他講說替毛有問過羊的意願嗎 所以網友就怎麼講呢 你看網友就告訴你說 那你在吃牛的時候 你有問過牛的意願嗎 然後你在吃豬肉的時候 你有問過豬的意願嗎 剛好是每一張都有對到牛肉麵對不對 因為洪夢凱說真的 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裡面 吃豬肉吃牛肉 然後吃什麼蚵仔米耍很正常 但問題是平常你不會想到這件事 我問觀眾朋友 你哪一個人吃蚵仔米耍的時候 會問說你有沒有問過蚵仔的意願 沒有 但是按照洪夢凱這個邏輯推演下去 就會出現這個結果 你看這個是洪夢凱在大腸蚵仔米耍這個地方 你看他發上去的這個照片 那這照片裡面下面那個網友就會問你說 你在看這個大腸蚵仔米耍要吃的時候 你有問過蚵仔的意願嗎 甚至其實還有人下面留言說什麼 你有問過大腸的意願嗎 你想說照你這樣照樣照鏡下去 沒完沒了 那你在吃雞肉的時候 你吃肯德雞的時候 你有問過雞的意願嗎 所以你就會發現按照這個邏輯下去 下面大家就留言告訴你 你有問過大家忍受你的意願嗎 這個就是問題 因為問政的邏輯走到這上面來了之後 你很容易會被定情說 你就是問那個要替綿羊毛之前 有沒有問過綿羊的意願 所以 可是你知道嗎 他顯然他是有看稿子在質詢的 他是看著稿子在質詢 所以議員委員 我請教一下 如果說你的助理真的幫你寫出這樣的質詢稿 你不會判斷一下 你會照顧嗎 我會打掃 我會打掃 你現在是怎麼樣 然後他說 有問過議員委員的意願嗎 我問台灣助理說 你叫我去責任這個 有問過我的議員嗎 來 小熊議員 咩咩 不然怎麼溝通 我說你會通洋話是不是 對 要不然怎麼溝通 剛才青黃手上有接龍 其實密也很多 本來製作單位是拿給我十大張 我說太多了 一張就好了 你沒有問過吃雞排問雞有沒有意願 他的意願怎麼樣 羊 我本來今天想吃羊肉爐 我不敢去吃了 你有沒有問過羊的意願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證的品質 難怪最近要修憲 大家說要不要改成三權分立 其中有個論述就是說 現在三權分立之後 監察院的職權是不是部分的調查權 要給立法委員 像這個蔡宇委員表現非常傑出 我們就覺得非常現在OK 但是有些立委表現成這個樣子的話 如果萬一把調查權給她 她說我先調查她那個羊的意願 有沒有要給我們剃毛 或是給我們吃羊肉 我覺得太離譜了 或許是說媒體當下在報導 他覺得他這樣的問證方式 可能會博得媒體的版面 我覺得是歪樓了 沒有 我現在想一件事情 仁俊哥會不會是一個狀況 就是說國民黨現在 他們很競爭的是美光燈的焦點 之前葉玉蘭很紅嗎 陳玉珍很紅嗎 吳思懷很紅 可是洪夢凱最近開始追了 那個MQ9有沒有 那個其實是一個包 現在說要問羊的意願 另外一個包 我看了孟凱整段的那個說法 他主要的問題是出在 他認為那個秀 它是不是一個必要性 他有提到就是說那個秀的部分 因為他說你看你要為了那個秀 還要斑開牙齒給大家看 然後做了一些事情 但我必須講就是說 就我所知道的 因為清清農場是歸退府衛館 那個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幫羊毛剃 那個是有專家幫忙剃的 對 因為他其實要有一個 所以你可能覺得他好像很輕鬆 可是你一般人沒辦法做 因為你看那個羊 他這樣子在那個地方 然後讓他那樣剃 那是外國人 對你不是隨隨便便 我還必須要講一件事情的事 你知道嗎 那個綿羊和毛很厚對不對 你如果在熱天 你不幫他剃毛 他會熱死 所以你要問過他的意願 你會剃毛 你不會剃毛 你會剃毛 自然就已經沒有他 對,沒關係 就不會剃毛 那是不走 咱們不走 讓它吃 讓它吃 就不會悠수들 我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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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剃毛 我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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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 你哭